確診者不能夠投票 有學者認為這樣會剝奪憲法不予人民的權利 有憲政危機 你怎麼看 你只要問這個嘛 這不就講過了嗎 憲法23條避免緊急會亂 為了促進公共利益 防止妨礙大安自由 維護公共的秩序 本來就可以以法律定制 如果只是要捐錢那就捐了就好 就不會有擋疫苗的事情 捐錢就是政府去買 那就沒有這回事 佛光說他們不可能透過簽證賣疫苗 所以部長昨天做的宗教團體裡面有佛光或指示 沒有啦 這個我沒有說他們要賣疫苗 這個可能有所誤會的 我講的是說他們有要捐疫苗給這個政府 但是他總要有一個地方去買 那一定有人說可以想辦法幫他們買到 所以就會來指揮中心這邊問 那我們就說到底跟你講說可以把疫苗提供給你的這些人 手上有沒有這個證明 就是說那疫苗的原廠願意賣給他的證明 他拿不出來 所以不要把事情搞分掉 其實我在講的其實已經夠清楚了 他們很有善心願意捐疫苗 但是他們要去有人提供給他們 也就是說有人要賣疫苗給他們 那這些想要賣疫苗給他們的人 拿不出證明來 如果當時的話 比方說是佛光山 他答應說好他要買疫苗 這個前科就會跟他講說 那你先叫30%他要去下訂 是這樣的情形 好 謝謝 藍綠東說要有一個護航的情況 要護什麼航 我只是把事情先開來講而已 沒有護航的問題 因為整個的過程當中 這個指揮中心收到很多的誤解 那我現在是盡量把事實還原 大概就這樣 那他們還有要你把前科的 到底是誰講清楚 不然就是說 哈哈哈哈 這個太幼稚了 我不想回答 不過至少 現階段沒有要公佈任何的名單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